Motor出身的藝人張廣誠 日前到麵店用餐時 寫下長達1600多字的文章 叙述召到其他客人 不禮貌對待心情 文筆意外造成熱議話題 他到了晚餐時間前往一間 座位不多的麵店 坐在了靠窗的雙人桌 不久後一個年輕媽媽 帶著約5歲的小女孩進店 兩人似乎是常客 而小女孩疑似跟媽媽告狀 說自己坐了她的位置 沒想到媽媽卻大聲表示 湊叔叔已經坐在那邊了 當下張廣誠一字不漏的聽到了 母女兩面店的老闆老闆娘 也知道她聽見了 似乎想讓她知難而讓位 但她決定假裝聽不見 後來母女兩從靠窗的四人桌 被換到張廣誠旁邊的雙人桌 小女孩對此感到很不滿意 不過張廣誠依舊堅持不換位 因為曾看到有人說 與其因為小孩想要就滿足她 不如早點讓她了解這個世界 不會每件事都會順著她的意 更不禁感嘆靠窗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貼微信破萬人點贊 不少網友分配留言笑稱 內心戲也太多了吧 文筆好好喂 拜託你去寫小說了